看是成語的名稱 或者藍位名稱有錯誤也會錯話 其實這一行是最容易出錯啦 等一下應該最多同學應該這一行會卡住的比較多 好那這一行沒有問題 再來他會新建一個什麼 新建一幫我新增一個什麼 一個工作表 把最後查詢的結果放在這裡叫什麼 叫蛇有沒有 然後給藍位名稱 成語解釋例句 然後再把 因為我們有查出來的結果 對不對 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A2的儲存格 利用一個方法叫CopyFromRecordSet RecordSet就是查詢的結果 其實就是剛剛有沒有 我們有一個Execute 這個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ADO元件幫我把查詢結果查回來 放在這裡面 OK那我們來看一下 call到A2看看 有沒有 他利用CopyFromRecordSet 把資料call到這裡來了 OK然後切回到第一個工作表 然後關閉連線 然後呢把記憶體的空間移除掉 停止 OK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查出來結果 跟剛剛是一模一樣的 不過好像少了一個動作 有沒有這個應該還可以再更好啦 因為藍框好像沒調整 不過你可以把剛剛錄的那幾行程式摳過來 可以有同樣的效果 好那當然也是一樣 可以再查 查完之後一樣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再查一個碼 今年是 今年是碼年 而且聽說是什麼什麼 假五年 按確定 這個我先把中斷點拿開 直接執行看一下 OK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查詢的結果 有出來了 結果也是沒有問題 那這種的好處是 如果你將來你的assets資料庫呢 是放在你們公司的某一個網路的一個位置 大家都可以共同去查 比較可以處理共用的資料 如果說你assets e-sale的話只能個別的 單機上查OK 但是你要跨網路查詢就會有問題 但是assets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OK 另外呢 資料量大的話 assets還是比較快 e-sale的話當然還是慢一些些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一 剛剛建立的資料庫 二的話 我修改了這個跟這個 有沒有 這兩欄位跟關鍵字 其他都每個 還有改這個 還有改這個 這個部分 呼叫的部分 那等一下也會把畫面提供給各位參考 然後畫面先換給各位 試試看